今天我們本來放了一個 這個陳其邁的題 你知道嗎 我們各節談到陳其邁 都有點糾結 因為是怎樣 被限流 是關鍵字嗎 談到陳其邁流量都很差很差 不能批評的概念 不能罵 但是還是得說一下 不說實在是對不起自己 施老師最後我想請你談一下 其他我們就不談了 國營企業 他要錢都有 請一個公文過去 請人家捐助還把金額寫上去 你有看過這種嗎 拜託你捐 拜託你抖內我們 8000塊錢 還把金額寫出來 還不止如此 現在一個一個被攤出來 軍方也是 軍方也有牧林補助 我們的國軍很重要 在此刻兩岸關係緊張的情況之下 軍方還要去牧林 那牧林的情況 又是高雄第一名 又是高雄第一名 那大家覺得高雄4600萬 那請教一下 高雄是占地嗎 為什麼不是金門 人家金門也不過才2200萬 高雄是金門的一倍 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各縣市都有相對的剝奪感 更不要說金門這個 連江線還有澎湖了 我們先講說 其實這些國營事業過去 都有類似這樣的公關費 那你辦活動 社團辦活動 通常就是找立委簽個名 立委他通常也會有一些 基金會幹什麼的 這樣淡辦聯誼的 但是像他們那麼囂張 幾乎就是把這些國營事業 當作黨營事業來做 其實是不可思議 因為畢竟我們 如果是我們一般的開銷的話 有預算對不對 有監督 那國營事業這邊 特別是他已經在賠錢的 只是我想說 為什麼有這幾個那麼囂張 想一想當年有哪幾個 跟著到倫敦政經學院去的 有哪幾個 就是駐德代表 駐美代表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陳其邁 陳其邁去砍腳 當時不是弄了一個 我們知道就是Giddens的那個 阿扁的時候弄了2000年的時候 新中間路線對不對 那條線是怎麼牽的 我們不知道 所以他是公在 你知道嗎 公在黨國 只能這樣講 所以那麼囂張是有道理的 不過我再講一下 就是陳其邁那個時候 有一陣子 我記得他在軍工教改革 那個年間改革 嚣張到到49 50代 嚣張到幾點 然後怎麼選輸了以後 變成就是阿國阿貓 變成暖男 然後現在一下子 變成那麼厲害 總統都要跟總統撒嬌 打起罵俏 陳何體統 對 好 然後二方面 我想這些街道這個公文 都要瑟瑟發抖 上面寫的不是80萬18萬 是8千萬的天 而且這些企業賠得一屁股 賠到這個小股 都連鼓勵都領不到有錢去給 好 讓人家驚呆了 這麼多民間企業捐款 給高雄市府 公務單位拿民間企業的錢 中間有沒有對價關係 而且有沒有發現 青衣色全部都是建商 賴老師 建商為什麼要給你錢 建商是為了要賺錢 所以當他給你錢的時候 他當然要的另外一手就是 你給我更多的好處 不然我什麼要給你1000萬 或是1500萬 或是1100萬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明顯的一個道理 也就是說 今天你今天敢收建商的錢 那代表你一定是給建商 更多的利益 而那個利益是來自於哪裡 那是高雄市民的利益 那建商的利益是什麼 要不就土地變更 要不就是把這些 對 要不就重規劃 或是讓你去超標工程 那我覺得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你把高雄市民的利益 放在哪裡 然後美其民說 你看我從建商那邊 都拿到這個錢 所以我不用人民的納稅錢 因為賴老師 這不是一個急難救助 如果急難救助 民間企業捐款OK 就是你市府 我說你自己的規劃 不管是運動中心等等 公務單位可以隨便收 民間企業的捐款 我可以這樣做 我覺得因為你收民間企業的錢 坦白說是最不應該的 這個有點就像回扣一樣 而我們再強調 羊毛一定出在羊身上 那個在羊身上 就是高雄市民的利益 而且全部都建商 不覺得很怪嗎 那當然就是變更進步 高雄隊應該有很多樣態 怎麼會都是建商 所以說你會是否認識 會不會有很多人 在羊身上 就在羊身上 大陸 我會不會有很多人 你會不會有很多人 可以吧 感谢观看